聖堂九副中醫涉嫌違法 把簽單跟朱砂加進了自費的中藥裡面 導致40個患者都發生了簽中毒 而台東市衛生局就依照了醫師法 把涉案的聖堂中醫負責人呂世民 以及九副中醫的負責人都一副懲戒 就在這個醫省會上面就決議 說要廢止兩個人的醫師證書 而全家呢 全案呢 也都是轉請了衛福部這裡來執行 另外是涉案這邊的新龍藥業公司的衛生局呢 也是依照了藥師法廢止藥商的許可證明